为什么很多人懂得很多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为什么明明修行学佛,可是心性还是没有任何改变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诉说经典 今天我们来继续阅读《金刚经》 第十五章 史经功德分 须浮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如是无量百千万亿节,以身不失 什么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呢? 佛经上讲的这个时间就是一天分成了三十,就是三个阶段 初日分就是上午,中日分就是中午,后日分就是下午 这里讲佛陀问须浮提,要是有善男子善女人 无论是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就是一天 都用恒河沙那么多的身家性命来布施 就是说把一切一切都贡献出来 如果说这种毫无保留的布施方式持续无量百千万亿节 那么是不是他得到的功德就会无边无量呢? 以身布施非常难,比如给一个人献血,给人捐赠一个器官 都是身布施,真布施就是舍掉自己舍不得的,是一种自我牺牲 让你捐一颗肾脏给别人,又或者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布施 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这就是布施 为什么这里提到身布施呢? 因为最难的布施就是把自己给布施了 佛现在讲,假使有一个人以恒河沙等身布施 这个数量之多,而且牺牲不止一次 而是生生世世都这么去布施啊 妇若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 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佛说,如果有人能够听说金刚今后信心不逆 就是信心不退,一直保持他的这种坚定的信念的话 这个人得到的福报会比那个生生世世以等身布施的人 得到的福报还要多啊 这个就相当的严重了 做到信心不逆就是彻底相信金刚波罗 波罗蜜的大智慧的道理 信得过,自信自信 光信还不行,还要不退转 许多人学佛的道理了解的很多 但是在行为上呢 做人做事上都是与佛理相违背的 做不到知心合一 这是因为没有正德 这就会信心有你 更何况还有人对金刚经的佛法 传播宣扬 抄写经文 受持并读诵 还为他人解说 那么这个福报啊是更大的 你看看 佛这个广告做的绕来绕去还是那句话 让人们发菩萨心去普度众生 层层递进啊 现在都加码到要全部生下性命去布施了 徐福提 以要言之是经有 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如来为发大臣者说 为发最上臣者说 若有人能受持读诵 广为人说 如来习之世人 习见世人 皆得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佛说 虚佛提 金刚经这个经典本身 又不可思议 想象不到 没有办法去衡量 有几经重 有多长 总而言之 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为什么这个功德那么大呢 大家都研究了金刚经 都学习了金刚经 难道大家都有功德了吗 不是的 佛说 因为这个经 是佛为真正发大臣心 菩萨道的人说的 也是最为上上臣 就是说 一般人 我不告诉他 他说 假使有人能够受持读诵 能够接受经中所说 便普遍向大家推广的话 佛完全知道这个人 佛完全可以看得见这个人 这些人 皆得不可孤量的成就 这样的人 在不久的将来 都能得到 无边无量的功德 为什么呢 如是人等 即为 赫诞如来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说 这样的人 能够真正领悟 金刚经 真随的这些人 他们才能够担得起 所谓的 无上正等正觉 这样一个担子 他有责任感 要把佛的这个担子挑起来 所以 他才会有这样大的福德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说 挑起了这个担子 自然有一天 会大彻大悟 所以 说要发大愿 才能读懂金刚经 这个大愿 是正的 无上正等正觉 彻底解脱 而不是说 自私自利的小愿 你发了大愿 一开始 虽然可能很难自觉做到 但是没有关系 有这个愿在 你就会反复提醒 鞭策自己了 何以故 须不提 若勒小法者 着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既于此经 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解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 须不提 要是有人乐于小法 等于是说 这些人 他读书 读到了小学 就不读了 他就满足了 觉得够用了 弄出点什么神通境界 希望在人中 做个了不起的人 希望自己长生不老 或者说 自己逍遥自在 就行了 这些 就是所谓的 乐小法者 这类人 还落在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境 都不究竟 如果 一切只是为小我 还是 破不了思想的 所以 佛说 这些乐小法的人 对于这个经典 所讲的真意 是没有办法领受 也没有办法读诵 更不会去弘扬 也不会为他人 解说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尼姑和一个屠夫 是邻居 尼姑每天都要早起念经 屠夫每天都要早起 杀猪 为了不睡过头 他们二人就约定 每天轮流 交醒对方 多年以后 尼姑与屠夫 都相继去世 结果 屠夫去了极乐世界 而尼姑却下了地狱 众人啊 很是不理解 便问一位禅师 尼姑天天送经礼佛 为什么死后 却下了地狱呢 而屠夫生前 整日杀身 为什么死后 还上了西天极乐 禅师答道 屠夫啊 天天叫尼姑 起来念经 而尼姑却天天 叫屠夫起来杀身 故事虽然是个玩笑 但讲出了一个道理 就是叫人向善的因果 是有多大呀 接着看经文 徐普提 在在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世间 天人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之此处 既为是他 皆因恭敬 坐礼围绕 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佛始终讲这个经 怎么怎么重要 现在啊 他又告诉徐普提 随便在什么地方 只要有这本经所在 不管是世间的人 还是天人 乃至阿修罗 都应该供养这个经 有这本经 摆在那个地方 等于是 有佛塔在那里 大家都应该恭敬鼎礼 乃至拿香花去供养它 当然 这只是一个隐喻和象征 就是说 你一定要重视金刚经 便不把它当回事啊 佛啊 已经是第二次说这样的话了 尽管啊 我们看了那么多的经文 嘴里讲 可以放下 可是啊 到头来 事情一来 一点都看不开 更是放不下 为什么呢 因为心中小我 始终放不下 所以啊 不能够受持经义 所以 我们看到这里 就应该想想自己的发心了 我们发的什么心去学佛呢 去研究金刚经呢 反复思考之后 还能不能做到信心不腻呢 还想学做佛吗 如果 到这里 我们还是能信心不腻 要求彻底究竟的解脱 那么 我们就是佛说的这种人了 就会按照佛说的修行次序 去修持了 啊 啊 啊 阿嬤